一起来看看 偶像剧贫穷贵公子赶在暑假结束前上档 预料将继流星花园后再先热潮 其实我们都觉得贫穷贵公子呢 除了是一个很好看的戏之外 同时也是动作片 我常常会拍戏的时候跟仔仔讲说 仔仔那个要上场咯 我们都觉得这出戏是我们加入那个 成龙大哥动作片的踏脚石 我在剧中还要搬 搬火啊 然后或是一直跑一直跑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一直跑就对了 演员们叫苦连天戏里戏外 都要尽心的揣摩贫穷的滋味 其实我也不是什么体验 因为我家本来就蛮贫穷的啊 对啊 你们看我就瘦成这种皮包 又黑 我也不是很有钱 所以我能体会那种 贫穷贵公子的感觉 然后我也是 就想办法让自己入戏 然后就感觉我很穷我很穷我很穷 然后每天皮包只放两百块 我的父母呢是那种 不但穷就算了 还是那种穷人多作怪的那种型的 所以我一心想要摆脱他们 龙子 龙子来来来 帮爸爸看一下 屁股好像破一个 裤子破一个洞哦 有吗 靠近一点啊 没有啊 看清楚了哦 好臭吧 上当啊 上当啊 包很臭耶 除了有阿雅这般诡异的家庭之外 贫穷贵公子距离还有同性恋的情节 跟三浦演戏 演一些类似那种同性恋的那种感情的戏 我会参加到我们两个笑惨 对 该不会你 我 哎 搞不好 艺人走红后常常会有耳语流言 这个定律近来也发生在宰宰身上 日前不小心迟到一室 反而被传承了不敬业又耍大牌 其实没有人说我耍大牌 只是我那天真的很抱歉 因为我 那几个礼拜我每天睡不到四个小时 然后我已经 我可不可以帮他讲话一下 他那次迟到呢 其实他真的 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男生哦 满脸的脸 他就写了两个字 就是愧疚 就是他真的觉得很内疚 可是后来一问之下 才知道说他原来是前天拍到三点多 然后才睡了一下下 然后好像六七点要起来 对不对 辛苦总是有代价的 F4的新专辑刘欣宇 首批十万张小手一空 身为F4的成员之一 宰宰虚心已对 我觉得这专辑做得好啦 并不是什么啦 对啊 都蛮开心的 很开心 怎么这么谦虚啊 本来就是啊 因为 试验会上除了互相恭维 互吐苦水之外 宰宰爱耍宝的个性 也被阿雅给抖了出来 他们两个其实都很会耍宝 尤其是宰宰 他就是属于那种 闷着来的那种 像有一次有一场戏啊 像他大叫说 类似说 他是我的女孩 住手 可是你知道宰宰讲话声音 就跟蚂蚁一样 所以他根本就叫不出来 我说宰宰你可以叫吗 结果他就正式来的时候 他就跑过来说 他说我一个人哭的 哈哈哈哈 就直接然后我就傻在那里 我想说他在干嘛 娱乐新闻代志伟 谢雪峰采访报道 好真相大白 我们看到水落石出了 因为今天在民生报上 有一个投书哦 他们认为呢 这个阿雅 为